中文大學的蔡英雄 今天會帶來這首歌叫做 《沒有故事與結局》 然後我想說先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這首歌寫的時候 是那時候剛結束了一段 兩年的感情 但是跟沒有什麼關係 對 就是因為剛好比賽 所以就寫這首歌 對 好 好 還是有點關係啦 就是我覺得 所有的愛情就是 可能有故事 但是也沒有故事 就像這首歌寫的 也許就是愛情就是這樣 相遇然後在一起 然後分離 就是必經的過程 所以我就把它寫成這樣一首歌 對 好 那 給自己一個小期許 希望我們等一下不會破音樂 好 為大家帶這首 《沒有故事與結局》 希望大家會喜歡 請要喝出來 請說 習慣性的音樂 在想起房間裡面 不會再有第二個人 沒有人會再為我守候 相遇在初夏 逆流着长发 像亚走上前 却没有勇气 跟你打话 像赤膏糖伤 命中注定缘分的到达 这些第一次 灭我的谈话 我着迷你的深邃的眼睛 也沉醉你的迷茫的表情 前世来电视你 一举一动 都跳动我身心 是你 都不走我的心 以为在感动 我牵着你的手 平凡的呕后 你我等人 漫步在街头 冰冷的空气 统结不了你 统结不了你和我的心 想要永远 都留在这宁静 我着迷你的深邃的眼睛 我着迷你的深邃的眼睛 陪传道、陛顺 还要恢复不会 最後一次擁抱讓我變得更溫柔 你我不相愛以後 好像所有的分離都發生在秋天 我們的故事也到了結尾 散散的暖酒 我還貪戀你的溫柔 我學會了吉他 而你決定進去你的長髮 最後的電話 你要我好好照顧自己啊 傻瓜 這是我要對你說的話 這是我要對你說的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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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